我的天啊 大事不好了 全体警戒 蛋仔岛中 居然隐藏着一个小偷 会偷走其他蛋仔最宝贵的东西 而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蛋壁 那么被官方隐藏起来的 这个小偷蛋仔 它究竟是谁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蛋壁 非常的宝贵 如果你也喜欢蛋壁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每一只蛋仔的 最珍贵的东西都不一样 比如说蒙兔阿琪 它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它头顶上的胡萝卜 而熊猫碎碎 它最珍贵的东西 就是它手上的竹子 你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熊猫碎碎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蛋仔岛中 这个小偷蛋仔 它会偷走别的蛋仔 最宝贵的东西 这个小偷它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 发现了这个小偷 它的名字叫海藻偷偷 它最喜欢偷走 别人蛋仔最宝贵的东西 并且偷走别人东西的时候 它会说 我要来偷走 你的噩梦 这可是它自己亲口承认 它是一个小偷的 所以说在蛋仔岛中 隐藏着一个小偷蛋仔 大家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会偷走 其他蛋仔最宝贵的东西 而这个小偷蛋仔 就是海藻偷偷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